漢奸即是賣國賊,你真是實質實在中國人,黃皮膚、黑眼睛,你又得不認嗎? 我們國家強大,其實我們才有好的生活、好的環境 自己的國家可以強大起來,為何不好呢?就是你給我一個理由 原來我們中國人其實比美國人更加之勤,更加之有智慧 原來我們中國國家這麼強大,這個地球是圓的,這個世界每一都在變 所有的東西每一都在走,為何你不看人家走得多快,我們其實正在退步 去了解一下中國現在我們是多強大,以及改革了多少 記得訂閱我們屈姬TV的頻道,留言,讚好,以及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漢奸即是賣國賊,不要說賣國賊,譬如我和你一個家庭成員,我出賣你的,我因為利益問題 我將你的利益可能買給人家,我覺得這個行為就是漢奸 他們只是一樣東西,我是英雄,我幫香港人出聲,但其實他們根本就不知中國 究竟是一回什麼事發展到,他們是麻木了,其實我都明白一件事,其實香港的青少年 很多人都覺得他們思想很薄弱,他們是其實沉迷了,即是柴蛙蛙在井底裏面 他們沒有真的去試一下,喂,又去中國大陸看看,住一下,或者去旅行去見一下 看現在人家其實是幾進步,他們只是柴蛙蛙躲在那裏面就,啊 他們說去什麼,中國共產,即是聽人家說,好了,我們要做英雄 我們要出來坐強扶躍,所以覺得自己是一個英雄,偉大,所以破壞是對的 他們這些就是這些思想 我覺得共產黨還共產黨,中國人就是中國人,你真是實質實在中國人 黃皮膚,黑眼睛,你覺得不認嗎? 我覺得你不認就自己欺人,自己騙自己 他們好像一隻鴕鳥,塞頭在那些泥沙裏面 就是說,其實這個世界沒有人只有我一個,因為他塞頭在泥沙裏面 道理一樣 當然不會啦,我們是中國人,就算中國政府以前是共產都好 我們國家強大,其實我們才有好的生活,好的環境 為什麼美國做了這麼久一哥,他有銀子,他們國家強大 現在因為中國可以超越他們,他們就害怕 所以變成說,自己的國家可以強大起來,為什麼不好呢? 就是你給我一個理由 首先一件事我會覺得,你說小朋友我不知道他們的年齡去到哪裡 如果說是小時候那些不能說,自己的父母有問題 就是父母其實他本身不是很了解的,這些不能說 你說如果去到中學上那些,我就覺得一件事就是 年青人現在思想博弱,他們不肯去理解一件事 或者去多從角度看那件事發生,究竟是甚麼問題 等於說,好像那陣子的人去年運動,你扔起油彈 你叫做保護香港,愛香港嗎?我不覺得 我去你家,我覺得你家有問題,我一手不喜歡,我就掃你家的東西 所以我才有這樣的行為出現,如果你覺得我有問題,不是 我以為我愛你的家,所以我才有這樣的行為出現 那你如果這樣的話,我是不是應該對嗎? 沒有可能的,對不對? 不知道的,我們不會認識,因為我們沒見過戰爭 只可以看片或者上網看,其實有些歷史都是真的 如果當你代入,如果你看到那樣歷史之後,你將自己代入去裏面 當你生存在那個環境,你就會感覺是恐懼無作 難道你想嗎?你想要這些嗎?我不想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無知的,為甚麼呢? 我記得當時有個大專生,他們鋪了出來,就說 如果美國肯借兩萬軍給我們,來打香港,中國 我們一定贏緊的,我就覺得他真是一個笑話 你想想韓國年青人到21歲是否要入兵營,就軍訓 你沒有受到軍訓,借兵給你,你可以打得贏 我就真的很期待這件事,我看你怎樣打得贏 很幼稚的,他們根本不知道一回是甚麼事 和在說甚麼,甚麼叫戰爭,我給你兩萬兵 我真的給你,你怎樣去帶領他們去打 那個計劃是怎樣行呢?你都未知,我相信 很幼稚的 但一樣,原來世界不是這樣,原來我們中國人 其實比美國人,我覺得更近更有智慧 原來我們中國的街這麼強大,我走回來,我九七年就走回來 每次都會說民主,他們知道甚麼叫民主呢? 就是等於一個尊重,等於你喜歡萬聯,我喜歡王家馬得利 那我沒有理由逼你跟我喜歡王家馬得利 那如果因為你不喜歡王家馬得利,我打你 那這些不就叫民主?和去年一樣 你說我撐警,我就撐警 我不是全部撐警察,但我是撐出來那幫防暴 為甚麼呢?他們真的很辛苦,他們是被動者 你不出來擲鐵頭彈,你不去磅滑,你不去倒路 他們不會走出來,還有一件事,假動民不聊生下他們 我試過一件事就是我上班,在金鐘那裏 那些人就來搞事,不讓車子阻礙我們上班 我曾經都試過給三個人,因為我上班時我舉起手機 我打算給公司看,我現在這麼多人堵塞 三個人走過來問我拿我的電話,戴上口罩的 我給你,那你給錢我就給你電話 你又不給錢,又想拿我的電話 這個世界沒有免費午餐 然後他說,我要查你的電話,究竟有沒有用到甚麼 我說,沒問題,你給我身份證我看看 你們都問房警拿個委任證 我怎知道你是香港人,身份證吧,他又不給 我怎知道你是香港人,我怎知道你是甚麼人 你要看我私人,我沒辦法不給 我配合你,但你又不是給身份證我看 但你又叫房警拿委任證 那這些民主,你的自由是大的 我們自由是小的,你的感覺是大小的 我們沒有感覺的,你是人,我們不是人 其實現在香港的年輕人,我不會怪他們 其實我覺得是父母的問題,首先 如果父母就是給不到正確知識他們 他們是堅持這樣,我覺得不是一個負面問題 香港的年輕人太過被保護了 所以我覺得香港的年輕人,他們的思想很薄弱 這些東西不會多方面看,比起以前我們一件事 我們被人罵,譬如做一件事,為何人說 我叫你直行,你又直行,我們分岔路 你自己想想一件事,或者你問問人,對不對 但現在問都不問,覺得自己的思維是一眼看穿人 如果你真聰明,我都不介意做特首,但問題是 你想清楚你沒有那麼能力,你不要跟我說就無敵 做就無能為力,你連一件事都不肯多方面角度去看 我相信沒甚麼人會聽你去說話或做話 你分析得不夠中立,所以其實現在的年輕人 自己都是吸收多些愛內的知識,看多些東西,了解多些東西 香港的年輕人真的被人仲壞,還有金波羅,不熬得苦 我相信他們不會明白,如果他們明白的話 為何他們說要攬炒,他們知不知現在很簡單的一件事 香港食水到哪裏來,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 其實根本是一個好錢的問題,沒有人會不知道 你覺得有能力的話,你不如首先解決了香港食水問題 如果你解決得到,我就捧你上去做特首 或者我捧你做中央最高單位領導人 很多時候我覺得今時今日那些人為何會這麼討厭中國 就是因為這個損失大了下來,他們也不去了解中國 等於一個人,我支持臥底可能是很差 但一樣人是會變,會有經歷,即是等於中國 他們之前是共產,他們現在想打入世貿,打入國際市場 那就是要開放自己 這個無可分證,這十年八年,中國正在開放 你現在看看,以前青馬大橋 中國派人下來,是看看香港怎樣去青馬大橋 但現在一件事,他們火電都做到了 他們是不是走得快過我們 這些是不是人家的進步 這個地球是圓的,這個世界每天都在變 所有的東西每天都在走 那為何你不看人家走得多快 我們其實現在退步 是中國之前真的是共產 不是停留在那裏 是不是 應該是向前看 去了解一下中國現在我們是多強大 以及改革了多少 如果你都想上來屈基TV發表意見的話 歡迎你和我們聯絡 最後最後,記得訂閱我們屈基TV的頻道 留言,讚好,以及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集再見吧